聖誕期間 多國出現中共病毒 確診病例創新高的現象 東京12月26日報告 新增中共病毒 確診病例949例 刷新本月24日 888例的紀錄 創下單日增長新高 日本口生勞動大臣田村憲九 25日晚召開記者會表示 從英國返回日本的五人身上 查出確診感染中共病毒 新變種病毒株 這是日本境內首度查出 此類變異毒株 韓國的疫情狀況亦不樂觀 週六公布的數字 創下單日增長第二高紀錄 監獄、養老院和教堂 爆發的疫情持續增長 馬來西亞 創下單日新增感染病例的最高紀錄 此前三週 政府放寬了對一些地方的行動限制 以刺激經濟 根據衛生部的數據 該國週六有2,335例新增病例 超過了12月10日創下的2,234例記錄 南非的日增病例連續3天創紀錄 根據Worldometer的數據 南非衛生部週五萬些時候表示 最新日增病例為1萬4,796例 此前一日 疫跡是12月24日 為1萬4,305例 12月23日為1萬4,046例 該國累積確診病例達983,359例 美國聖誕節當天病例 增幅為近2個月來最小值 彭博社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為編的數據顯示 美國在12月25日 錄得10萬6,188例的新增病例 創下11月4日以來的最小日增幅 瑞典衛生局週六表示 一名從英國返回的旅行者 被檢測出感染變種病毒 這是該國所發現的第一例 目前這名旅行者已被隔離 關注射 民族 仁為 車站 車站